大口有下超大片的披薩 仔细看上头竟然是一整颗肉圆 连锁披薩品牌推出的最新口味 披薩结合红糟肉圆 颠覆民众想象 吃起来不太香吧 麻糬大碗 口味有点怪怪的 很好吃 民众吃了接受度因人而已 不过讲到肉圆一定会想到真话 当地店家信心满满 强调吃肉圆不用搭披薩 单吃就超美味 刚炸好热腾腾的肉圆 里上酱汁再撒点香菜 彰化北斗肉圆 主打外皮酥脆搭配笋块 一口咬下超扎实 在地就是比较好吃 然后料也比较多 肉圆还是要到彰化北斗吃 换个地点来看看台中饭售的肉圆 特色在于温柔浸泡 不同于彰化台中肉圆的外皮 吃起来偏柔软 不少老偷就爱吃这一味 皮肤比较好吃 比较好薄 台中肉圆比较有比较Q 除了肉圆本身 云林则是强调酱汁 当地独创的米酱 食用再来米酱酱汁混合酱油 只有在云林才吃得到 外皮相当有嚼劲 各地区的肉圆各有拥护者 自己吃得开心最重要 记者廖文斌连员兵王百英 台中彰化云林采访报导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